她今天要怎麼了 她只是想跟大家在一起玩 一演出過動症女孩小小 成為史上最年輕12歲金馬影后 關於林品彤大家關注也好奇 神情整個很承受性的孩子 對 她的眼神就透露著一個 一個想說你們這些民間的人 到底又要問我什麼問題 會因為答了兩百多次 林品彤你曾經說過 你不怕鏡頭這樣子 那你最害怕什麼 鬼啊 就不喜歡 不喜歡 誰會喜歡 你喜歡 有啦 對我喜歡 我以前也不喜歡 對 就是 就看電影覺得很可怕 專訪時歡樂互動的林品彤和陳奕涵 片中卻有如相愛相殺的母女 你在要問的到底是誰 你到底了不了解她 你媽媽其實很關心你啊 表面上說愛你 就因為每天回家 先想有多少遇情她都不知道 當年陳奕涵以28歲之靈 於台北電影結封後 時光流轉 如今對戲 年齡差距29歲的林品彤 並不感覺厚生可畏 而是以專業演員關係相處合作 我一直沒有把她當成一個小孩子看 我也沒有把她當成一個對手 就當成我們就是要就是 我們要共同完成這件事情 就是這部電影 那林童呢 你在片裡面 就說你可以把她當媽媽看嗎 你怎麼入戲的啊 因為她也是童言讓人 就其實因為情緒真的很重 所以其實很容易就可以入戲了 然後因為她也是很厲害的演員 所以我覺得一看她就可以 立刻不爽 一秒不開心這樣 立刻入戲啊 對因為戲裡面的那個導演設計 給我們那些場景 或是那些動作 或者是行為 就是 有時候就是真的就是會 很惹怒人 就是我看好就覺得 我不是叫你喝一個果汁嗎 我為什麼要吃藥 你叫他吃吃看啊 你以為你是誰啊 為什麼全世界都這樣陪你玩啊 前有金馬影帝 吳康仁加持的富都青年 寫下線上集熱賣票房 緊接著輪到金馬小影后 林品彤的小小上映 成績同樣讓人期待 小小是一部很動人的電影 然後很值得在大螢幕被觀賞 然後希望大家都可以進去 約開小小 那祝你們票房幫忙 謝謝 記者王家慶學學華 張明珍參謀導